你好 我是美珍 新冠肺炎爆发后 很多国家 包括邻国 新加坡 已经允许药剂行出售抗原快速检测试剂 目的是让任何人若出现冠病症状时 可以先在家里自行检测 而我国卫生部早前也宣布 会在近期推出以唾液进行检测的测试剂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何时才正式在全国各地出售 不过经实验证实 这种唾液试剂盒准确度可高达90% 我国卫生部长杜斯里阿汉巴巴表示 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可以居家筛检 将会在近期推出唾液检测试剂盒 到时候民众出现冠病症状 却不能立刻前往检测地点 就可以在家里进行自我筛检 虽然截至目前 我国还没有批准这种快速检测试剂 在市面上出售 不过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示 大马医药研究院 已经完成了两次唾液抗原快速检测试剂实验 准确度都超过90% 目前大马医疗器械管理局 正在拟定有关试剂的使用说明指南 预料下个星期可以完成 自从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 病毒检测工作一直是抗疫战争的先锋部队 世界各国目前主要使用两种检测 那就是菊和煤炼反应和抗原快速检测试剂 然而您知道这两种检测的差别吗 到底哪一个比较有优势呢 在15到30分钟内得到结果 因此在疫情爆发 并且需要大量检测冠病毒时 抗原快速检测试剂就比较具有优势 然而它的准确性低于聚和煤炼反应 也可能出现假阴性的结果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结果 或者让民众可以自行在家筛检 减少医疗体系负担的时候 就会以抗原快速检测试剂 替代聚和煤炼反应 世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各不相同 因为各地医疗体系存在能力 检测能力和实验室能力都有差别 而是否能对疫情及时做出反应 也会影响最终的应对措施 所以快速而高效的检测剂 一直都是当局关注争取的一环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